第二堂课建模过程 这里一共有14个图形 那14个图形呢 它都会附2D的工程图 如上方这张图面 那我们要开始做建模 以曲面的方式 以平滑的方式去将它建模出来 达到它题目的要求 也就是底下的这张图面 那14个图形呢 老师会逐一带你去做建模的部分